高雄岗山寿天宫 昨天晚上有民众发现 突然出现了消毒车 在广场来回清销 原来是又有确诊者足迹 庙方人员表示 有确诊者在大年初五从庙前经过 虽然没有进入庙内 还是配合清销 而高雄日前新增的四名个案 是因为过年聚餐爆发的家庭群聚 目前感染源不明 针对亲友聚餐风险 有医师指出 因为Omicron潜伏期短 观察期大约是两个礼拜 没有爆发就算是安全 庙场突然出现消毒车 清洁人员大面积喷洒消毒 标防广播原来是有确诊者足迹 当时现场还有不少信徒参拜 大动作消毒引来侧目 经过的机车 脚踏车 全部放慢速度停下查看 昨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个连连管制 不让其他的山客进到里面来 事发在高雄岡山寿天宫 9号晚上光场无预警清销 邀防人员表示接获卫生局通报 有确诊者在5号从庙前经过 虽然没有进入庙内 但还是配合清销 到处走也行 好 这所在不知道安全 不处理也不行 要处理也不行 尽量就是减少外出嘛 高雄9号在新增私立确诊 属于家庭群聚感染源不明 而他们曾在过年一起吃饭 现在国内医生也针对亲友聚餐的染疫风险提出三大警觉 我们对这个地区性一定要特别敏感 确诊者有足迹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随时update 知道这些资讯 除了地区警觉性 另外OMRK潜伏期短 出现症状也要特别注意 三天以内都会开始有症状 五天以内甚至96%的人都会呈现症状 所以如果你很快就有些症状 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筛检剂 而针对亲友的工作单位也要提高警觉 如果感染风险高尽量减少接触 许多人会担心过年南北移动可能造成疫情爆发 但医生也指出因为潜伏期短 只要观察两个礼拜没有爆发就算安全 不过还是得随时提高警觉 才能尽早阻断传染链 记者是杨玉宇高雄长报道